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七七八八 七七八八 你开麦 你好 七七八八 你好 来 安安几岁 哪里人 等一下 我这下雨了 声音有点吵 我把窗子关一下 好 好 40岁湖南人 40岁湖南的网友 好 来 七七八八 你想说什么 你刚才不是 前面不是聊侯友宜 赖清德 还有那个谁啊 柯文哲吗 是 其实我之前聊的 柯文哲的时候说过 其实对于大陆来讲 选个谁上去都无所谓的 你就算选个猫啊 狗啥的 你摆到那个位置上也都一样 其实大陆这边关心的就是说 就是说有没有人愿意提统一的问题 就前面那位朋友说的一样 就是说能不能和平统一 如果说你不能和平统一的话 说实话谁上都一样 你最终的选择可能就是战争 其实我们谁都不想打仗 你哪怕说实话 你像我这种每次都说要打仗的人 我也不想打仗 打仗是要死人的 因为我家庭的原因 我听过老一辈他们讲战场上的经历 它真的是很残酷的 不是电视上那种 说是你一枪把人打死打中身体了 然后你还有个权势在那里 那有的基本上就是连骨头都找不到 连骨头扎子都找不到 一个炮弹命中的话 直接就是一团血雾了 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说战场上有失踪的 失踪是哪 就是已经炸的稀碎了 你人都早都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都真的不想打仗 你说如果说要打日本吧 那可能全国老百姓兴趣还很大 毕竟是国仇嘛 但是说打台湾的话 说实话真的不想打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下 你刚才你前面说要谈嘛 但是你谈是可以谈 但是后面有个问题 就是台湾很多人拉后腿啊 你怎么谈吧 基本上你看到这些问题就是个无解的问题 如果说单纯的只是谈判的话 你谈多少年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你觉得大陆的民众有那么大的 就是我且不说台湾了 你觉得大陆的民众有那么大的耐心 去等你这么长时间吗 可能谈个两年 觉得没什么成果的话 可能在大陆这边就已经 网上可能就对共产党执政党骂声一片了 就是国家现在这么强大了 你连这个事都谈不成 你说说最后的可能选择的话 可能就是打 但是我打的话 我觉得 有一点我想说一下 我个人的猜想啊 可能最后会是北平模式 就是说 台湾这边人经常去讨论北平模式 但是我从他们的话语里面 我感觉台湾对北平模式的认识是有误区的 可能是跟你们在台湾本地的一些历史教育有关系 因为有些话 毕竟作为国民党 他是失败的一方 他有一些话他不能输 说出来丢面子嘛 北平模式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 我们 看到整个大陆这边 不叫台湾叫什么 我们这边是叫平津战役 整个平津战役的话 我们也叫平津啊 也叫平津是吧 嗯 就是说整个平津战役来看的话 其实一个核心点就是 不能让傅作义逃了 嗯 就是说不能让 而当时的国府呢 就是国民党这一块呢 就是蒋介石这一块呢 他是一直希望复作义栏下 嗯 加强长江的 历史不加强 也是加强 淮海 台湾叫什么来着 徐崩吧 徐崩 嗯 其实加强整个徐崩 当时叫徐崩脚总嘛 徐州脚总的力量 防止共产党栏下 对 造成就是说 长江两岸分治的一个集团事实 是 当时国民党想了 因为北方 那个辽省战役打完了之后 北方就说 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到 对于国民党来讲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只能说把部队撤到栏方 然后积蓄力量 以图反攻嘛 但是当时共产党这边的核心目的 就是不能让傅作义跑了 不能让傅作义跑的呢 就但是当时傅作义 就是向南湾撤退有两条路 一条呢是往西北走 就是回到傅作义的那个老曹 是叫什么地方来着 就是河道平原一带 当时河道平原绕个圈子 然后绕到四川 再从四川绕下来 毕竟当时西马马家军 甘肃那边还是在国民党的手上 还能走 再一条呢就很近 就是从天津 由天津港上船 然后南下 然后由海运南下至上海 也就是大沽上海 这是两条路 所以说第一条路的话 就是说先打了傅作义的35军 傅作义的35军 就是傅作义的第一支部队 基本上就起家的部队 所以先把35军打掉了 然后封住了他 往西北方向撤退的一条通路 然后围了天津 实际上最后傅作义起义 就我们叫起义嘛 就最后傅作义起义 就这样是把天津解放之后 然后傅作义在起义的 在之前 傅作义跟 就是说共产党这边的谈判 一直是 停一下 谈一下 停一下 反正就是那种 言语不详的那种 我要了 我又不要 我要了 我又不要这种 实际上最后的话 就是说平静战役结束 傅作义知道 他已经没办法撤退了 然后呢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 你要真打了北京 那就真的是历史罪人 是 所以傅作义最后选择了解放 这也是为什么 当时天津的脚总司令 陈长杰恨了傅作义 恨了一辈子的原因 陈长杰 后来我看陈长杰的回忆录里面 他明显说 当时大家知道你在跟共产党谈 我也支持你跟共产党谈 但是你不能 不给兄弟留一条后路吧 你就这样谈了 然后我进了龚德林 你成了座上兵 所以说台湾未来的模式 我猜应该是这种北平模式 然后就是说先可能先打掉台湾 比如说像澎湖 金门应该是不会动手了 因为金门实在太近了 而且边上是厦门 真打起来对谁也不好 而且金门现在喝的就是大陆的水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大陆的电脑 不是吧 不是了 金门有可能是 好像就基本上很多金门人都在大陆买了 在厦门买了房子 那基本上就是说只是嘴上说 金门还现在归台湾管 我看实际上估计也是打不 肯定是打不起来 所以说现在就是首先把下 至少把那个澎湖先解决掉 然后在解决澎湖的同时 把整个台湾围起来 特别是日本的雨拉国岛 把这条通路给围起来 然后打掉台湾所有的 我上次说了 就是说所有的机场进行破坏 就是破坏 不是说把它给炸毁 因为破坏的话 就是说在短区内 台湾的飞机港口是无法使用的 然后后面清理就简单了 清理实际上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这样的话就能逼迫台湾的政府 然后投降进行清算 清算是必须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台湾这边 我觉得有一个误区 AIT 你们每次都说AIT AIT 蔡英文 什么 跑到AIT 然后再从AIT坐飞机到雨拉国岛 10分钟就跑掉了 是不是 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AIT是什么机构 美国的 美国的什么机构 外交吧 你真觉得AIT是个民间机构 你要问我吗 那他一定不是 我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但是AIT的本身是个民间机构 是啊 是啊 是不是啊 民间机构 他就民间机构就意味着 他不具备外交后免权 哦 OK 嗯 因为因为你如果说 你是个理事馆的话 那大陆在对等的 你在 在美国你要是对等的 也设置一个理事馆 跟台湾这个AIT对等的 是 是 但是没有设置 然后也就是说AIT 是个民间机构 所以美国这个东西说实话 解放军就算是解放军空降 把AIT给占的美国人 也说不出任何话来 嗯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 嗯 台湾这边的很多绿营的这些人呢 就是很多时候有 很多时候把很多事情想得太好了 嗯 你现在想美国都不轻易敢跟 说是跟大陆开战 说是跟大陆开战 打掉大陆多少多少人 你看台湾这边说实话 很多人是张口就来 嗯 嗯 感觉好像大陆解放军 都是拿着大刀长矛在做战役 嗯 国军无限英勇 嗯 嗯 所以这里的话 我觉得 嗯 打还是要打 只是说最后大家 嗯 打还是要打 最后 嗯 台湾朋友 还是想清楚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 有没有说的太多了也 就说太多了大家也烦 好 好 最后一点我就是给你一个建议 嗯 嗯 你现在不是在大陆吗 嗯 我知道一般台湾朋友来大陆的话都喜欢去一线城市玩啊 嗯 逛啊 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这无可后悔所有人都喜欢去人多的地方转嘛 哎 好玩嘛 哎 但是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讲的话 您除了 呃 是一个游客的身份吧 可以这样说吗 哦 嗯 同时你也是个媒体自媒体人嘛 哦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多去三四线 甚至四五线城市去转一转 我去过十八线城市啊 那也可以啊 就是说十八线小县城我老家 哦 嗯 我觉得你可以去转一转你可以对比一下 因为往往一线城市很多东西是看不出来的 嘿 因为全世界的话 你像大陆的一线城市其实都差不多 交通啊 我知道 其实二二二线跟一线也差不了太多了 哦 但是但是但是我知道 但是要看我时间啊 我我我我有事情要办啊 其实不需要很长 可能有时候你说过一两天 呃 随便选一个相对近的城市你去转一转 其实很多东西其实这种展现就一样了 我会我有有时间我一定会安排 但是这一次我不见得有这个时间了 但是我知道会放在我心上好不好 我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多去走走 大陆很大很多地方想去啊 我真的会安排的啊 谢谢你的建议了 哦 谢谢我放在心上 好 谢谢你啊 七七八八啊 谢谢OK 祝你在大陆玩得愉快 好好好 谢谢 什么时候来长沙 我请吃饭 啊 那个看看看看时间 哦 谢谢 肯定不会像五丁五丁三零二号那么坑门了 我请吃饭不敢坑神了 哦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你的好意 谢谢谢谢 OKOK好 好好好 拜拜拜拜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